所以东剧怎么看 刚才片中也提到了一些 就是美军近期在中国周边的 公然的一些军事挑衅行动 比如说很高调的 它的这个内华达 俄亥俄级的战略核潜艇 进驻关岛 然后还有卡尔文森号 绕着这个南沙群岛的 很复杂的机动 这一系列的行动表明什么 表明美国是在太平洋地区 展示这种 这个挑起大规模战争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首先呢 内华达号的战略核潜艇 它是属于俄亥俄级 正常而言 它在进行战备值班的时候 是不能浮出水面的 突然的到关岛进行停靠 这个确实很反常 我认为就是故意的炫耀武力 利用这种核力量 去恐吓其他国家 或者是讹诈其他国家 除此之外呢 美国的海军在中国周边 也出现了大规模集结的情况 现在来看呢 在南海的演习和演练 是第一场戏 它的卡尔文森号的航母战斗群 和它的埃塞克斯号的 两栖戒备群 在南海进行了一个 高强度的夺岛演练 那么像从航母上起飞的 超级大黄蜂 或者是F-35C隐形舰载机 可能会针对南海的岛礁 进行模拟的攻击 然后呢 利用埃塞克斯号上的 鱼鹰运输机 包括一些直升机 针对岛礁 进行这种夺战兵力的 这样一个投送 展示针对岛礁的 这种夺取能力 或者是这种强占能力 与此同时呢 从日本出发的 美利坚号的两栖攻击舰 也经过了东海 而且在东海 起飞了这个F-35B 这种短距垂直起降的 隐形战斗机 那么这就是在 针对中国演练 同时打两场海战的能力 在南海同时动手 在东海同时动手 那么企图采用这种 两线作战的方式 对我们进行牵制 或者说 施加更多的军事压力 第一识转发 第二识斗rik 第一识 成功